郭文貴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無聊的 黃昭順他自以為他很熟悉議事規則 可是他有點忽略了 議事規則規定開會就是開到5點半 如果委員沒有表決同意的話 不能延長 所以他玩弄意識規則 有點玩錯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這我也不意外 因為國民黨的做法 過去有一個叫張慶忠 30秒可以通過福茂草案 那今天有個黃昭順 然後就是消失的太后 所以我說大概刷存在感 讓大家整個下午 找不到這個開會的主席 然後最後突然出現 好像自己覺得自己 好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實際上 這個對整個議案的過程 並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回到民主政治的邏輯 就是說今天陸佩 該不該從原本的6年改成4年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公開討論 但黃昭順身為一個會議的主席 又是身為一個資深的立法委員 不需要去玩弄這個無聊的意識規則 然後向大家證明套向不錯 其實網友看到那個新聞 都還滿驚訝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還滿酷手的 就是說他等於是 一開始他先宣布退席 到6年多之後他要突然返回到現場 那目前看起來其實網路上面 大家是會覺得 又比較輕鬆的角度來看待 因為真的很多人認為 他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最後是不會具有實質的效力的 所以說其實網路上我們大概剛觀察了一下 大概有超過6、7成的網友 都是對於他這樣的評價是處於比較 可能是比較嬉笑啊 甚至是比較嘲諷的口吻去做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網友 他是比較嚴肅來看待這件事情 他們大概會指出說 其實他這次他想要推動法案的本身是 希望能夠縮短那個陸配取得身份證的時間嘛 過去民進黨當在野黨的時候 也有類似這種杯葛 或者是說比較激烈的一個手段 來取得一個這個妥協 或者是說這個轉圜的空間 那也因此呢 有部分的網友是屬於支持他這樣的做法的 那也會比較關注說他實際上 討論法案的內容放在哪裡這樣子 民進黨過去的意識抗爭裡面 也沒有違反意識規則啊 對啊 我只是不讓會議進行 我民進黨過去的意識抗爭說 因為我反對 所以我可能用冗長的程序發言啊 或者我抗爭讓你會議沒辦法進行 可是時間到來還是三會啊 那黃東聖委員其實我們都知道 他是蠻資深的立委 委員你覺得黃東聖委員 真的不知道這些事情嗎 我認為他真的不知道啊 就是立委當很多屆很資深 可是他可能過去主持會議的經驗 不夠豐富吧 所以我覺得說 每一個要擔任主席的人 意識規則都要把它唸清楚 否則的話真的坐上主席台 真的是一場災難 我們常常講說 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的正義啦 那法令規定散會是五點半 他就是五點半散會 所以黃昭頌黃委員 昨天在主持內政委員會 他其實可以要求延長 他可以先做個延長動議就好了 那自己延長到幾點 就看誰比較有本事撐得夠久 所以我說第一個 昨天的會議就行政程序來講 是有瑕疵而且是嚴重瑕疵 所以按照議事規則來講 它是一個無效的會議結論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這個討論的內容來看 這個中國籍的配偶 是不是要比照外國籍的配偶 把六年改為四年 我覺得這是可以討論的一個議題 真的回去把書好好讀 然後把論述好好做 好好向選民說服 好好向選民溝通 會比他整天整天太湯太湯 軟一關空 鑽這種無聊的洞 要來的有意義多